南宋时期的土匪山寨你见过吗 匪寨设有四道天险是何原因 在重庆龙岩城的附近悬崖上 就有这样一处一手难攻的山寨 百年来无人知晓在内情况 今天我们带上专业装备 势必攻下龙岩寨一探究竟 现在是早上八点钟 我们终于是感到了龙岩寨的 可以看到我师父的岩壁 就是龙岩寨的核心部位 我们刚刚到这里的时候还是风格日历 这时候在我们决定 探上这个载子的时候 突然发风大作 这时候风力已经达到了八级 我给大家演讲 发风大作 今天呢依然是一心六人 还有专业的来十二天去说 进入龙岩寨的核心部位 大家亲不亲爱 华阳城 这个龙岩寨跟龙岩城是隔阂相望 在阳光照过来的那个地方 那就是龙岩城 我们昨天就是在龙岩城的三脚下露营的 现在整理装备 腰带的装备主要有这些四十米的禁地绳 还有战术头盔 背包以及专业升降的装备 再就是开路用的这个刀具 我们依然是找自然锚点 不要去破坏山体 文明探险 现在准备好了 已经先装备 下车 在这里我发现一个现象 在我们老家被视为珍宝的这个盆景 南天竹在重庆是遍地都是 咱们的开路先锋 依然是行军仪大哥 咱们依然是选自然锚点 不要破坏山体 从这里爬上去就可以了 我们的操作都是非常安全的 大家一定不要模仿 现在已经穿好了所有的装备 一定不要模仿 这都是经过仔细检查的 我这边可以上升 收到收到 我已经登顶完毕 可以上 可以上 安全 现在已经成功的上来了 这上面的风依然很大 马上就从这里爬过去 这里也要不省了 必须安全操作 那边就是龙岩寨 这里是第二道天险 咱们看这个地方 因为我没有专业的装备 过去的话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但是之前的人就是从这个石头上来这个窝窝 直接这样手扶着过去 难度还是非常的大的 我们过去的话因为铺个绳子 这样走过去是非常安全的 以前的人他没有这些装备 可以想象当时的人选的这个位置 真的是易守难攻啊 只要把这里封死的话 是完全没有机会可以到达龙岩寨去的 现在我已经成功的从这个第二道天险过来了 这边很宽啊 这边很宽 大概是一个两三米的宽度 然后这个地上呢就发现了有这个骨瓷器 这看起来非常的久远了 因为上面连右面都没有 是裸瓷 有很多 依然是这种裸瓷的骨碗 这个应该是 南宋时期的东西啊 这明显是摔碎了 这要是完整的话 就不得了了 看到没有 没有底款啊 这边地势开阔 我的队友呢 他们也是 记得有安全神啊 非常安全的在往这边行进 现在第二位好汉正在匍匐前进 过这个第三道天险 然后在这边发现了 有一个古时候留下的太极图案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它是在一个这样方方正正的石头上面画出来的 不多纠结 咱们继续前进 这里过去非常的安全啊 必须戴好头盔 开干 咱们看这种匍匐前进的方法是怎样的 用手把身体支撑起来 和脚尖 然后整个身体全部立地 有一个活动空间只有五公分 这样往前往前 这样往前一步一步一寸一寸的往前落的 这是非常专业的 嘉亚遗所遗措的前进方式 注意看我这个方法 它是用手臂这样把身体抬起来 然后这个作为辅助 然后用脚尖把这个身体全部这样 给它立起来 然后往前一步一步的落动 因为前几天我这个右侧的第四根内骨骨折了 才骨折十多天 可能有点痛 然后行进的速度就有点慢 不然的话在这种狭窄空间 速度大概可以达到两三秒每米 这是非常专业的过这个狭窄动道的行进方式 咱们看这里 这就是这个农园栽的 这里就到达了这个农园栽的建筑公司 这个旁边有一栋石墙 这里有比较方形的窗户洞 也是它的标望口 这边有烟熏的痕迹 这个以前应该是在这里生活做饭的 这边过去的规模非常的大 咱们逐步来欣赏 哇塞看这里全部都是各种军事建筑 这可以这样排枪 可以安全过来啊 这边发现军事要塞 后面的队友正在逐步的往这边前进啊 这边是很大的这样一个军事建筑 二十个平方的这样一个空间 这边还有石门 这边还发现了有很多骨头啊 这个应该是猪的骨头 咱们可以看到这个石墙 它用的石料呢是采用了就地取材的方式 它是直接可以从这个洞顶呢 用那个石穴子给它敲下来 一是可以扩大里面的空间呢 二是可以直接做外面的围墙 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这边有着打的这个骨炮岩 这个是用那个钢签 再用铁锤 一锤一转一锤一转这样搞出来的 然后后来就用那个铁锤子给它 铁锤子给它炸出来 看到没有 这里就是一个还没有用那个铁锤子 给它敲开的这样一个旧的遗迹 它就在这里用铁锤子给它挤 它是一个T形的形状 这样挤 它就会沿着这个石匠打的纹路 给它崩开 崩出来的石头是非常整齐的 直接可以用于建造这个石墙 这里看起来非常的壮观 风景也是很不错的 就是今天的这个风有点大 然后再看这边 这里有很大一窝野生的葡萄藤 在我们湖北那边 又叫它鹅子藤子 这边很多这个陶瓷碎片 看到没有 这里也有 还有那个铺套 据村民所说 他说这个寨子最远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 是南宋时期建造的 但是我在这里发现了有这个钟绳 这个就是钟女树的那种钟丝 给它制作而成的 现在还比较结实 这个应该是后来的人 为了爬上这个寨子带过来的 这里有很多这个 哇塞非常精美的这个瓷器 但是都是残缺不全的 不知道在经过那个天前后面会有什么发现的 咱们拭目以待 这以前应该是有木桥的 在那个位置 有一个石杵 它应该是搭在这个位置的 这上面呢 就有一个方形的孔位 有两三个 反正是做了护栏 这个寨子应该就是核心部位了 地势非常的险要 可以从这里直接跟龙岩城合合相望 咱们这时候呢 已经采用绳索技术 所有的队员呢 都平安的过来了 这边的工事修筑了非常的完整 也保存的相当完整 它这边是采用了三河土和这个麦草 这样填的这个石缝 这边还有个设计孔 咱们继续前进 这里空间有这么大了 差不多三四十个平方 这里上边是直接抵住了这个洞顶 咱们看看前面 哇 看 行军以大哥 他这时候应该就是模仿的 这个龙岩在当时的人设计的一个 我的天 这上面有磨牙石刻 我的天哪 这是什么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里写着一个阿弥陀佛 这里什么 紫威秀庸普陀山 紫威秀庸普陀山 大宋万一老宗之审位 这是一个观音审位 这是一个观音审位 但是在这里它没有什么香火 因为这里能来的人少之又少 那么说到这里呢 我就顾着不来说一下 我也想顾尾巴 所以 应该是这样弄的 所以这两边有个凹槽 这可以抵御外面打出来的紫燃 然后从这个缺口就可以瞄准下面 这样一般都是采用寄疗的方式 因为那个时候它没有拔位镜 实际上打下去也就是乱打一切 也不会打得非常精准 但是这个地势看起来是非常的震撼 可以跟那个露营基地 是有多相优 哇塞 这边应该就是核心部位了 这里好大的空间 这里差不多有接近摆平的这样一个空间 然后这里有生活煮饭的痕迹 这里有上下两个孔洞 一高一矮 师傅在这里打 徒弟在这里打 这个设计真的是很不错 现在队友他们已经到前面去了 咱们一起去欣赏欣赏 这地上有很多这个古磁器碎片 这个石墙建造的非常的雄伟 可以说是气势恢弘 这一面的石墙已经倒塌下去了 但是这个平台这个空地非常的大 可能有四五十个平方 前面什么情况 这边的石块好大呀 这应该是这个寨子的老大 就是住在这个位置的 好谢谢 好我们看到这个石块 可能有重达千斤的重量 哇塞 这边还有一个小孔洞 是通往哪里呢 身子瘦小的人是能够过去的 这里明显也是人工马气的 但这个石块真的是非常的大 每块石头都不会小于一吨的重量 然后这边是被封死的 它可能那边是有东西的 或者是别的用意 专门把这里封死了 这没有别的 哦这里还有一个碗 这是一个跟现在碗区别不是很大 但应该是个古碗 因为从这个地上散落的这些陶瓷碎片来看的话 年代应该是很久远了 因为这上面有这个青花 我们逆地近一点 别把它搞碎了 看一下这里有这个青花 这应该是用毛笔画的 找到一个古碗 这个寨子基本上就全部探索完毕了 那个山对面那里有个洞 不知道那个洞里面有没有什么遗迹啊 改天去一探究竟 那里也有一个 可想而知 当年这里是有一根很结实的木料 这样搭过去的 作为外面的柵栏 这样过去就非常的安全 那边的石墙已经完全倒塌了 应该也是一个高三米 封住了洞顶 里面应该是个封闭的空间 这里发现了有这个 好多青蛙子碎片 哇 这很精美的图案 看到没有 这里有一个 这个还有点款 但是这个款只有一半 看不清楚 看到没有 还有这里 这里有一个 这很精美啊 有点意思啊 好像就是这样搞着的 看到没有 这是像兰花一样的 它应该是个尾啊 哦不是 它这个好像 哦是这样 是这样 是这样搞的 反正是一个很精美的石器 但是可惜它是碎掉的 这里 这里也有 这里也有 这就是青花碗 很漂亮 这边还有很多桃棍碎片 好了 这一次的龙岩寨探索之旅到这里就结束了 在这个洞里面发现了有很多古人生活的遗迹 有桃子碎片 以及一些骨骸 还有这完整的青花尺碗 这个由于没有史料记载 不知道是什么时期留下的 据老人介绍 这个是南宋时期建造的这个龙岩寨 但是无法考证 咱们不能贸然下定论 大家一定不要轻易模仿 没有专业的LSRT技术 不要去攀岩 搞这些危险的动作 你想看的风景 我拍给你看就好了 咱们这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